各位呢,如果您做好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ATIPS 直接做儲存的動作 這個是它的專案檔 所以它的檔名長了一點點 ATIPRINT PREGENT 那你就把它儲存起來 基本上呢,你只要儲存的時候呢 它 就是一個資料夾 會產生一個檔案 當然有些時候 如果你有插入影片 它會有另外的影片的資料夾 好,那我們來看怎麼輸出 您看上面這裡 這裡有一個導出 導出,按一下 我們免費的 就是這幾個功能 完全免費的 也就是不會有浮水印產生的 你用右手邊的功能可以用 但是怎麼樣,會有浮水印 會有浮水印 所以呢,您可以從這邊按一下 視頻 它預設輸出 也是MP4 那您可以自行選擇 您要放在哪一個資料夾裡面 好,這樣出去就好了 事實上這個裡面 你要有塗層的概念也可以喔 跟威力導演都一樣 你可以再加,比如說像這邊 對了,我這裡補充一下 剛剛我們再把老師借用一下 剛剛我們再把老師借用一下 這裡 去備好,再下載 再下載 這裡 一樣 你把PMG圖長 它就跟泡沫一樣 對不對 你放進來PMG圖長去備就去備啊 這樣不是 你放在這裡也可以啊 所以您要這樣做講解 我也不反對啊 也是OK 反正 您學過的泡沫功能 那些技巧都可以在這裡用 它事實上也有所謂的動畫 也有動畫啦 然後過度就是我們講的轉場效果 轉場效果 這個是大家參考一下的 那它如果是單一張 我這邊順便補充一下就是 如果它是單一張的投影片 您看左上角 有沒有發現它有告訴你時間多長 這裡是因為有放影片 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一般的投影片 有沒有發現一張是播三秒鐘 一張播三秒鐘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調整它時間 你可以在右手邊的一般 就能夠找到它的時間在這裡 直接做調整 那你就可以使用 所以它就照著這個順序去播放 當然如果你有錯的 你就按著 跟泡沫一樣 調整一下它的什麼 播放順序就像這樣 OK